那這邊注意,可能有的時候自己畫個圖大概就知道了 比如說這個向上的板子5 跟向下的副板子5一定不會交匯 所以是連擊,也就是其中一個條件為觸的時候,那就為觸 那如果是我今天m的邏輯應該是這樣往下跟這樣往上 那它會有一個交匯的地方,那這個叫交集 也就是這個中間應該是所謂的標準 所以你輸出的true一定就是標準,反之就是不標準 所以你可能要顛倒一下 這個我想應該這個概念應該有 只是說如果這個邏輯以後你了解的話 以後無論是eSale裡面的函數或者是VBA,其實概念都差不多 那待會我們可以把它轉一下 比如說在VBA裡面怎麼寫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來把那個end的函數把它做一下 當然第一個就是,如果end它應該是小於等於 所以記得喔,等於也算 它剛好說5%的話,那也算標準 另外的話呢它是什麼 大於等於-5% OK,所以5%下面跟-5%上面交匯那個區塊呢 那應該是標準的 所以呢,本來偶爾是不標準的 把它改一下,改成標準 那那個反之的話 就是不是在這個區塊交叉的地方 那就是都是算不標準的 OK,所以我們就把標準目標頂倒一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向下填滿的結果 應該會跟剛剛的會是一模一樣才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四個標準 有沒有,這邊切過來也是四個標準 有沒有,OK 對,所以其實喔 那個表現邏輯啊 你可以用連擊 或者用交集 有時候結果會是一樣 但是有的時候因為你思考的方向不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寫法 所以有的時候你不能說你寫錯了 我是從這邊看啊 你從那邊看 那你不能說你那邊看就對 我這邊看就不對 好 所以這個概念大概有之後 接下來 如果說我今天呢 再來呢 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也許再拖拉一個Ctrl鍵 複製一個那個 這邊也許把它改VBA好了 那VBA我們前面講過 但你可以錄製去期啦 不過我覺得這邊 用錄製去期好像 有時候我覺得錄製去期 好像沒辦法表現出太 那個 我們要的結果啦 所以 要不就是怎麼樣 我們在旁邊這邊 再拖拉一個工作表 那藍位名稱呢 再多一個VBA好了 也許我今天希望喔 但應該有印象 請各位自己再試試看 我希望旁邊多一欄 然後呢 幫我產生兩個按鈕好了 一個按鈕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結果呢 丟到這邊來 標準不標準 自動顯示 然後一個是清除好了 這個前面寫蠻多的 再來就是說呢 插入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喔 會看到有一個 也許叫什麼 增減體重函數好了 那它就會跟我要什麼 你的增減體重百分多少啊 然後我給你了 那你自動告訴我它 我給它的是標準還是 它會回來告訴你 丟一個東西給它 它處理完 丟一個結果回來 放在儲存格 這兩種都VBA嘛 我們已經寫了很多個 請各位試一下 當然第一個一樣 開發人員裡面 VBA這個一定要把它打開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建議是 把剛剛 剛剛的 其實同一個 VBA 再來把那個表單先關掉好了 表單關掉的話呢 你可以從那個 右上角 這邊先關掉好了 那接下來一樣 寫程式呢 一定寫在模組裡 不過這個模組已經有一個 Module 1了 如果你要區隔啦 不要跟那個 之前的 類型混在一起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 把模組這邊 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 Module 2好了 這樣的話會 比較 兩邊可以分開 但是你要知道 有的是放Module 1 有的是放Module 2 那你也不要插入太多 因為這個屬性視窗 很容易遮住啦 那有個同學按很多下 一直插入一直插入 奇怪怎麼沒看到模組 之前有一個同學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乾脆把屬性先關掉好了 他就看到了 一堆 原來是已經有了 但是你因為被擋到了 屬性視窗如果需要的時候 你再把它檢視的屬性視窗 再打開就好了 所以暫時會遮住啦 你就先把它關掉 然後Module 2裡面要做什麼呢 一樣插入程序 一個叫Sub 一個叫Function 所以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Sub跟Function 試著做做看 有沒有按鈕按下去 那其實寫法 不外物就是 For i等於 第二列到哪 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 然後呢 做邏輯判斷 所以其實這些 好像跟前面蠻像的 所以你可以拿前面來改一下 差別只是說偶爾跟End 怎麼放 第一個啦 這樣增減體重我用偶爾 所以第一個我就插入一個Sub 名稱叫做 插入一個程序 那名稱呢 我叫 增減體重偶爾 按確定 OK 那記得那個名稱 你不要用什麼一個什麼緊啊 不要用什麼錢啊 不要用這種怪怪的符號 因為這些都不OK 頂多你用底線可以啦 底線 那假設我按確定之後 這邊已經有一個 打一個回圈 For i等於第四列 可以這邊看 第四列到第十三列 OK了 再來的話邏輯判斷 我的邏輯判斷在哪裡呢 我的邏輯判斷呢 是在增減體重這邊 所以我就把這邊 我先把那個 這邊把它移過來一點點 這樣看比較清楚 移到這邊來 增減體重這一欄 那增減體重這一欄 那增減體重這一欄在J欄 所以我的敘述 假如說我要寫VBA放這邊的話 那我就 這邊就是if 打一個if if什麼呢 J欄是sales sales括號的I列的J欄 如果呢 它的條件怎麼樣 大於 0 記得喔 5%你不能在這邊打5% 因為 這個person在VBA裡面 是保留資源 不能用person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改成什麼 0.05就可以了 OK 那第二個條件是或 所以打一個或 記得喔 前後都要空白 或者是那個salesI列裡面的J欄 或 這個好像之前我們有寫過 上個禮拜就寫過 那小於 小於-5% 後面空一個Zen OK 上個禮拜同學問那個 像salesI列的J欄 這可不可以把它拿掉 那不行 所以一定要保留 這是習慣標準 這個它的規則 Zen OK 那一樣我的習慣是 Enter兩下 打一個else 先把結構先打完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這樣的話 比較可以避免就是說 常常詞詞打完之後 忘了頭跟尾 因為它有if 一定要有endif 那如果你有反字 就有else 如果呢 那我就是輸出什麼呢 如果 這兩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我就是要L欄 所以L欄的話 最快的方法 其實拿這個來複製貼 拖拉一下 輸出到L欄 所以就輸L等於不標準 OK 不標準 反之的話就是標準 反之else 那就是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 把不拿掉 複製一下 不標準 好程式寫完了 那接下來就執行看看 如果你這結果OK的話 那恭喜你 結果一模一樣 好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end的敘述 end的敘述 其實 跟偶爾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你可以把上面這個偶爾 複製一個 放到下面 名聲把偶爾改成end 好了 這樣子 那改的方法其實 大同小異 其實跟剛剛那個 我們在Excel裡面改法差不多 把他中間第一個改成end end 然後呢 那個 邏輯上面的話呢 就是 這個裡面是小於5% 小於等於 多一個等於 那end呢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副版入 那把標準跟不標準顛倒一下 結果輸出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不標準的不 放到下面 一個 這 交期的結果是標準 反之就不標準 我一樣做個清除 我先把這個清掉 然後用end輸出看看 結果一模一樣 只是說 你要了解 偶爾跟end 那個 中間這個符號 要放對位置 後面的話呢 如果5% 記得把它改成 0.05 這樣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 做一個 Function Function是 在這邊插入一個 制定函數 使用者定義 如果 這邊有個 增減體重函數 增減體重函數 按確定 他會跟我要什麼 你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那個欄位的資料給我一下 那我就給他 給他之後呢 他幫我判斷是 標準還是不標準 就按確定 向下填滿 結果一樣 其實這樣也蠻簡單的啦 如果你 工作裡面呢 大部分 的 常用的那個問題 你都把它改成 制定函數 其實點下去 給他 答案就出來了 其實就方便很多 那只是說 這個制定函數 該怎麼做 一樣 就是 第一個 還記得吧 這個因為前面 講的蠻多的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 所以 第一個 我一樣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 Function Function的名稱 我取名叫 增減體重函數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增減體重函數 OK 第二個的話呢 他要跟使用者要一些資料 要什麼資料呢 要 你給我增減體重百分比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 這個欄位 的資料 這個欄位 名稱 把它放到哪裡呢 刮斧的後面 這個時候跳出來 他就出現 增減體重百分比多少啊 那使用者看到 就知道說 你去選一下 那就選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回來給你 所以他選了之後 27.6% 就丟到這個 這個引數 這個引數裡面 所以接下來的話 一樣 我們就是寫一個邏輯判斷 if if什麼呢 增減體重百分比裡面 所以我們判斷 跟剛剛還蠻像的 底下這邊方選 你可以用or 或end都可以 我用or好了 那如果什麼呢 他給我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裡面的資料呢 假如是 大於5% 就是0.05 或者是 他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小於 負 好 所以這邊 改一下方向 小於 負的 0.05 一樣 打一個z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空一格打一個z else else and if 其實這個做法 跟剛剛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 要把 剛剛去儲存格抓的 資料 改成 用引數的方式 輸出 輸出給誰呢 記得喔 輸出給自己本身 function 增減體重函數放前面 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 不標準 所以上面兩個是不標準 反之就標準 那一樣 剛才拿上面這個來 複製一下 不標準 反之 就是 標準 ok 好 這樣子的話 就做完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VPA的兩種 一種是 按按鈕 一種是插入函數 增減體重函數 給一個增減體重百分比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那按鈕的話 就 剛剛做了三種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下面這邊 然後 第一個是 叫 增減體重 and 所以把按鈕給做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 把這個按鈕名稱改成叫 增減體重 and 這個 複製 它一樣 用貼的 貼一個偶爾 貼一個清除 然後再按右鍵 修改一下 用偶爾 這邊是清除 不過清除太多個 我要寫成那個 增減體重清除 不然 清除太多個 它好像會重複 會衝突 所以叫 增減體重 清除 最後做完之後 大概我們就是 清除 and ok 清除 o ok 清除 那一樣是什麼 插入那個 增減體重 函數 然後 找這個 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 ok了 應該可以看懂 我在做什麼 所以 這部分請各位 試試看 VBA的兩種方法 一個是 按鈕 一個是 插入置領函數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ok 那 參考答案的話 基本上就是 在那個 我們的 哪裡呢 在 講義的 第74 其實在那個 講義 74頁裡面 應該 就剛剛我寫的這兩個 不過我增減體重這邊 就用O n的部分的話 你們就自己在 稍微